如果呢你不行的话 有关作业的部分 这里呢我有拍了好多了 然后呢用不同的班级把它给放上去 那原本呢很多班级 我想这礼拜用Xpark View 就是在看那个 天气感射器Pasco 天气感射器的数据的处理 但时间有限没办法 因为比较难处理的是你的 Google的视窗表还不行 所以呢在哪班呢我记得上一次呢 挑了好像是台西版 那后来录制游戏萤幕的解析度的问题 后来隔壁班 隔壁我用了 模一班 然后用主板的位置做说明 那因为在这里的话呢 我又定用冷定一班呢 一样处理该笔资料 然后告诉你一些的标题隔线如何设定 只是隔线如果你没有调好就会有问题 所以呢如果旧的东西 你等下看这两个应该就可以解决掉 但是呢那个细尾的隔线要如何调 就我现在要告诉你的 所以如果你在电视的正前方呢 请你务必登陆去看到该篇文章 不该篇的表单 因为我要调给你看 你如果可以就跟着调 来这里的话呢 应该各种都有我这一份 然后呢我上次跟你讲了 你必须复制新的工作量 不应该说复制新的分页 不要改了我原本的 所以呢你只需要一条你后来复制的 就OK了 那么我用字为範 为範定 你先看我原本旧的 我原本旧的呢 我把这个日呢 我把它给放大给你看 也就这一天而已 应该24小时 然后呢 你可以发现这里怎么了 我这里的日期 零 六点 十二点 十八点 二四点 事实上这个要去调对准 是需要时间 或者你要知道 才比较容易去调 然后呢 每一个呢 小的细的隔线 你可以发现 就刚好对准它的点的质量 所以这个叫做 一点的质量 两点的质量 三点的质量 四点 五点 六点 以此类推 刚好它的资料呢 是在我的隔线上 事实上 是我的隔线 要去吻合 我的资料量的状况 另外 这里有气温 一样气温的话呢 这里叫十五度 二十 二十五 三十 你可以发现 有两种线条 一种比较粗 是主要的隔线 一种比较次要的 所以等一下要调 是两个要起到 那么我刚才呢 用了某一个 班别路的一个档案 在做调整 这里用给你看 主堂的部分 主堂的部分呢 如果你要调标题 或者调其他东西 记得 图按右键 右键这里 就有很多的图表 然后标题 还有哪个系列 图例 轴 隔线等等 总之 很多可以调 我现在告诉你的 是你要练习率 调它的隔线 所以先看水平走的部分 水平走指的是 我现在滑手的位置 也就标题 叫观测时间小时 那么呢 嗯 格线格线 奇怪 没有跑到那里 来格线 来格线的话呢 你看一下呢 先看到 这里应该是横走 横走是时间走 好 所以等于横走 这里的零 五 十 十五 二十 以此类推 我这里用 主要的格线 叫做呢 它让它自动 次要的格线 间隔为四 为什么呢 因为呢 我原本呢 用了自动的 主要格线 用自动之后呢 它就出现了零 五十 十五的间隔 那次要格线 我现在先把它 动成零给你看 你有发现吧 我动成零之后呢 这次要格线 就中间都没有了 也就零到五之间没有任何的格线 五到十也没有任何有关横走时间 几点钟的格线 那你可以猜想的是 我现在中间要多少条线 才能够让我的红色的资料量 或者蓝色的资料量 刚好对齐 零到五中间 有一 二 三 四 有四格 所以呢 我这里的七要格线呢 我当然会挑四 刚好对齐 那如果你不知道的状况呢 你可能呢 就随便调 譬如说你调成六 好吧 你有没有发现你的线条 隔线 并没有跟资料点对齐 看起来 就会觉得很难去猜 这个几小时的还好猜 等一下横走的气温就不好猜了 不管是气温 或者这些相对湿度 如果你的隔线没有要好 就很难猜 所以我才说 你那个隔线你要调好 我们比较要去读数据 因为如果一大堆数据 像原本下面的 这个一看呢 就叫头晕了 你把它变成图表好读 但是你要让别人能够大概读出你的数据的数值 所以你的隔线要调好 来不管怎么样 所以呢 这里的横走的隔线 原本呢 我的预设值是刚好24小时 我有调过是6跟4 6跟 没有自动跟9 等一下 我这里 因为我自己也怕忘记 所以我还用超的呢 自动跟9 原本我是比较密 后来我发现也不必 就像我刚刚调的 原本是这样吗 还是55 糟糕了 现在正在看又有点忘了 有点乱掉 所以你应该有发现呢 我现在在讲的过程也是在一条 然后呢 我也怕我讲错 所以我刚刚在试前 我也有用一张纸线抄 不管怎么样 如果像这样你就可以发现了 我就每隔六个钟头 每隔六个钟头 因为一天二四个钟头嘛 所以主要的隔线叫做 0 6 12 18 24 刚好几条 主要的出的12345 就这里的主要隔线 那这里的次要呢 你就可以发现了 0到6 要几笔 这叫12345 5笔 所以我这里要隔线 就把它调成5 所以呢 才会说 照我目前呢 你可以55 或者用刚才的自动跟4 那你如果月份呢 月份有了三十天 有了三十天 你要快更多了哦 因为有时候你一下子调 不一定调得出来 来我再调纵轴 给你看 接下来纵轴呢 有分左边的纵轴 预设子没有写 就是左边的纵轴 然后呢 如果呢 它写右纵轴 就是你有另外呢 把某一个系列的数据 变成右边的栏位 那么我调给你看的话 叫做 我先调左边 来纵轴 没有写就是左边哦 然后呢 这里原本是自动跟4 为什么4呢 理由就叫做 我用成 我先把它用0好了 好 我先把它给用0 那我用0的话呢 你可以发现 哇 15跟20度中间都没有数 没有格线 那我怎么看 或者20到25之间 也没有格线 所以不好 那我怎么办 当然出现格线哦 你中间出现一条 好 那这一个叫做 15跟20之间 那不就17.5 好不好 不好读 所以要怎么办 好多一点吗 你说两个好不好 也不好 因为15跟20之间 5格 你要除以3整份 数据会是整数吗 不会 所以呢 我这里调的格线呢 比较建议的叫做呢 如果你已经自动了 那这里把它调成4个 次要格线 就变成15在这里 16 17 18 19 20 然后之后20到25 一样就1234 4个格线 一直在推 但是这里又牵涉到一件事情 左半边也有 右半边也有 那你说到底怎样 2个都会换 所以你不要用太多 用太多呢 会看太多线 你会乱掉 譬如说 我换右边的这一个 右边的转轴 也就呈现相对适度的线条 右半边的话呢 我这里呢 目前看到是自动跟式 那如果我把它调成其他的呢 譬如说那个 第二个的次要格线 又跑掉了 来次要格线的部分呢 我把它调成0 这是5嘛 可是为什么没有变化 为什么好 如果调成1呢 没有动 我刚刚不是选这个吗 突然间它会怪怪的了 好 所以你可以发现一件事 它就是有时候会怪怪的 所以意思我要告诉你的 是你叫做 你就有时候必须自己在 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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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讲了10分钟有了 所以呢我这里呢 我还是把它恢复成 刚才的自动跟式好了 那自动跟式呢 应该这里 哎呀 好像怪怪的 对 等一下啊 如果这把变6 看一下 我有没有刚好对应到线条上 它线条好像没有变 它可能呢 左边的走跟右边的重走 你可能挑一个 去动就好了 如果两个通式动干 会更混乱 然后这里我再确认一件事情一下 你看一下 我这里呢 右边的相对湿度 从50%到100% 然后它有标数字的 50 60 70 80 90 100 天哪有问题 为什么我说有问题 你知道吗 90到100之间 这里画了三格 我要把它三等份 我好不好读 不好读 啊 原本是多少 好烦哦 好烦哦 我刚刚一条乱了 自动跟六格 如果是这样勒 如果这样子的话 这样给乱掉了 糟糕 我原本一开始是什么 我原本一开始 算了 一开始是什么呢 你忘记了 调到乱了怎么办 看我最初的 因为我刚那里也调到乱掉了 我最初的在这里 因为我刚那里都在讲的过程再调 这边就有中轴 然后这里就可以看到自动跟六格 然后右边的中轴呢 六跟六 自动跟六 六跟六 来我调回来 意思呢 如果你等下跟我一样调到乱掉了 照我现在的方法好不好 就把它恢复成原状 自动跟六 另外右边应该是六跟六 哇 期待 有吗 有变数吗 来看一下哦 五十六十 等一下哦 所以这里等于五五六 诶 一二三四 多了 好像没有对起来 对不对 算了 不动了 至少你知道在调什么吧 意思 调左半边或右半边 一个好调 调两个就不好调了 所以呢 待会请你先把你上一次的那个字的部分做调整 去踹一踹看它的格线好吗 好现在回到这里的做调整